上个月 荣威旗下全新中高级轿车D7正式亮相 不过当时发布的并不是最终的量产版本 作为荣威品牌全新的新能源产品序列的首款车型 D7可以说是肩负了重要的使命 所以我们就在本届成都车展开幕前夕 抢先的去看一看它 荣威D7分为两个版本 分别是纯电版 也就是D7EV 以及混动版本 D7的DMH 接下来我们先来体验一下它的纯电版 也就是D7EV 由于本次是抢先 所以我们目前只能看到它的外观的信息 内饰部分也只能等到正式开展的时候 也就是25号才能带给大家 不过即便是外观 料也已经很足了 整体的风格属于是画帆为简 封闭式的前脸造型一眼看上去就是典型的新能源车 主灯区域匹配面差可以做到极限2毫米左右 减少分件的匹配台阶极致的优化了风阻 同时分体式的大灯也营造出了X的造型 OK 现在来到了D7EV的车身侧面 车身长度是4890毫米 轴距是2810毫米 可以说是一个标准的中级车的一个尺寸 隐藏式的车门把手现阶段已经成为了纯电车型的一个标配了 既美观 而且还能有效的降低风阻系数 然后就是一个更短的前后旋设计 这样视觉效果上拉长了车的一个整体的流线感 还有就是它的后视镜的设计 可以说是看上去非常的有线条感 和整车的一个侧面形成了一个高度的统一 轮圈是采用了一个18寸的一个双色的铝合金轮圈 可以看到是一个差不多5伏的一个设计 轮胎的规格是255 50 18 至于这个车尾的设计 与车头形成了高度的风格统一 但是没有采用这种贯穿式的尾灯 但点亮和视觉效果都还是不错的 并且辨识度也很高 我仔细的回想了一下 并没有哪一款车的尾灯长得和它差不多的 至于动力方面 D7EV是采用了VGA6合1电区 搭载了永磁同步电机 最大输入功率可以达到155千瓦 电池是采用了一个模仿电池 做得更薄 这样更有利于提升车内的一个空间 至于竞品方面 比亚迪的海豹 深蓝的S203 都将与其展开直接的竞争 OK 经过了一系列的了解之后 我觉得D7EV这款车 无论是从设计维度 还是从它的技术成熟度上讲 这款车都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 让我们一起期待它上市后的表现如何